孙英杰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的 北京某大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 而就是因为在网上认识十多天的女友 向她提出分手 分手就分手吧 但是自感自尊心受挫后 她便开始采用跟踪 电话骚扰等方式激情报复 竟然监控对方畅达三年之久 不可思议吧 但是更不可思议的是 2007年6月25日 失去理智的孙英杰 开车撞向了自己深爱的女人 那么她这女友 为什么会像孙英杰这样的精英人物 提出分手啊 这孙英杰又为什么会走向毁灭之路呢 下面我们从头说起 话说是在2004年10月21日 白领丽人李延下半后 坐在行人川流不息的地铁里 望着一张张陌生男人的面孔 从眼前飘过呀 她微微有些发症 今天她要见一个人 一个在网上应征了男人 她不仅有些紧张 同时 站在地铁的车厢里 母亲催架的话语 又营绕在李延的耳边 李延有着一份体面的好工作 和很高的收入 但是让母亲唯一担心的 就是这个宝贝女儿啊 至今是仍然孤身一人 母亲对此没少操心的 到处托人见诚 李延已和几个条件相当好的男子 处过一段时间 但是啊 都没有成功 这眼看女儿 马上34岁了 母亲更吃急得 祸上眉毛 她实际地催促 李延快点想办法解决 啊 李延这边 虽然李延也很想 渴望一份美好的爱情啊 但是啊 她并不像母亲那样心急 她相信 自己生命的另一半 早已经存在了 只是啊 她还没有遇到呢 她更愿意 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走下去 也许 她的真命天子 就在下一站等候着 但是呢 这母亲没完没两的唠叨 让李延难以忍受 终于的 在一周之前 她听了母亲 一顿吹簇加唠叨之后 李延躲进自己的房间里 她啪带了电脑桌上 郁闷地乱捂着鼠标 可是 一个交友网站的广告 啪 弹了出来 邵恩颖正吹牛啊 广告弹的时候啊 还有啪 是没有 在这儿 啪 不是有滑命单吗 啪那一声弹了出来 啊 李延突然心里一动 为什么不到网上去试试呢 但是转念一想了 李延又犹豫了 但网络啊 太虚幻了 真真假假的难以识别 可是 反正现在又没有什么事啊 于是他 李延便随便的搜索了几个交友征婚的网站 哎呀 看到不少人都把自己的照片放到网上 又留下邮箱啊 或是KQ号联系 李延他大致浏览了一下网页 发现在网上征婚的人还很多呢 李延不仅有点心痒了 他想了想 觉得 可以不放照片 就留个假名 试试反响如何 说不定还能碰上个合适的人选呢 于是 李延便选了一个人气 口碑都不错的征婚交友网站 将自己的年龄啊 工作性质 择偶条件和联系方式 都公布在了网站上 一开始的李延 他原以为自己没有放照片 你应该不会有多少人应征的 事后啊 他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直到前几天 他登陆邮箱室 惊讶地发现了 居然有几十封的应征信 李延不仅暗暗惊叹着网络的效率 直见呢 不少人还一并地附上了自己的照片 其中 有一个相貌斯文的男人 给李延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他仔细看了看这个男子的邮件 落款 是 孙英杰 李延觉得很有趣啊 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给孙英杰获了一封信 可没想到 这个孙英杰很实在 第二封信 就将自己的祖宗八代都给交代了 还附上了身份证的照片 啊 李延见他如此坦诚 心里对他的印象不由地又加了几分 于是他便留下了自己的KK号 接下来啊 孙英杰的出现 给李延停淡而枯燥的生活 增添了一抹量子 甚至是 一种牵挂 两人在网上只要一碰面呢 就会聊上几个小时 孙英杰告诉李延 他是2002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 应聘到某大集团的信息部 后来又因为表现出色 很快升迁主管 月薪过万 因为性格比较内向啊 交集圈的小 所以啊 直到33岁了 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呢 而且孙英杰说 自己一直是忙于学习和工作 感情上是白纸一张的 家里啊 也是催个没完没了的 那自己相亲 也是奔着结婚去了 绝对不会游戏人生 嗯 不错 李延对孙英杰的条件比较满意啊 虽然孙英杰说 自己性格比较内向 不爱交集 但是李延反而认为 这是他老实可靠的表现 而且孙英杰 也不像网上一般男人那样肤浅 一个借着打听身高啊 体重啊 年龄啊 这让李延的心理 向他倾袭了不少 10月20日晚 两个相见恨晚的年轻男女 就这样交换了电话号码 之后 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见面 当李延看着孙英杰提出约见的要求时 就出此 一种初恋般的激动 顿时袭来 两人约定了 10月21日 在西单一家咖啡厅见面 错 当端庄大方的李延出现在孙英杰的面前时 孙英杰只觉得眼前一亮 李延比他想象中是更漂亮 更有气质 孙英杰他不由着暗自庆幸 哎呀 这太好运了啊 李延呢 同样地被孙英杰火辣辣的眼神盯着有些不好意思 啊 连忙说 你 你不请我坐下吗 啊 啊 对 孙英杰赶紧站起来啊 殷勤地替李延拉开椅子请他坐下 直到半夜啊 踏飞馆都要打烊了 可是这两个彼此心仪的人啊 啊 仍然是舍不得分开 这杯中的卡不清末 这一叙的再叙 我猜呀 可能是第二杯半价 这柔情如牛奶一样 渗入可可豆的香气里 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这一次的见面 让李延开始憧憬了自己美好的未来了 他对孙英杰的印象很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考虑和孙英杰谈红论嫁了 于是呢 李延便把孙英杰的情况告诉了母亲 母亲很高兴啊 认为对方人品好素质高 又是有钱的转持王王武 便嘱咐他 一定要抓住机会 好好地谈恋爱 再有 再几个掌 我看好你 但说这个孙英杰这点啊 孙英杰从见面开始之后 就每天都打电话 详细地问李延在什么地方啊 和什么人在一起啊 一开始 李延虽然嫌他啰嗦 管得太宽 但他 只当是孙英杰是关心自己 也就没有往心里去 10月25日 天气突变 李延受了凉感冒了 他一个人在家里休息 当孙英杰得知李延感冒了 便急匆匆地请了假 开着车 送来了很多药品 还亲自为李延下厨 做了一碗可乐 熬姜汤 啊呀 暖男呢 奔着热乎乎的姜汤 李延不仅为孙英杰的这份柔情和关心感动到了 啊 也就是这时候 孙英杰坐在他身边 轻轻地拥着李延 在这滚烫的脸上 轻轻地 啄了一下 人家都说轻轻地了 你 啄儿那么谁的麻 嗯 那 从来 哎 不要脸 啊 咱们继续啄 继续说啊 轻轻地啄了一下之后啊 这李延的脸 蹭得一下红了 两人的激情 哎呀 就这样被点燃了 他把李延 按倒在床上 狂吻起来 这两个人面对 持来着爱情 便印了一句古事 是 金风玉露 亦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妙哉 妙哉 错 孙英杰 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啊 但是从心里来说 他是个内向保守的人 只要是他认定了事 就是九头牛 也拉不回他 于是 孙英杰便认为 既然和李延 有了亲密的接触 那李延这辈子 就是自己的人了 他和李延的事情啊 也就是 铁板上定颠了 感情上 他对李延 也是越来越依赖 所以着 他对李延的 保护欲 也就 逐渐地升级了 孙英杰 把李延 摊得 是越来越紧了 隔几个小时啊 就给李延 打电话查岗 2004年 10月26日中午 李延正和几个同事 一起在外边吃饭呢 手机 响了 李延一看 哎呀 又是孙英杰 他不仅有些气恼 因为在一个小时之前啊 这孙英杰 刚刚给他 打过一个电话 现在呢 手机 又响了 李延 他确实 有点烦 哎呀 刚开始的时候啊 李延觉得 孙英杰顾问自己的私生活 那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 但侄儿随着时间的推移 让这种超乎寻常的关心 已经变成 跟踪和盘问了 那时越来越让李延 感到不舒服 但是啊 李延 他一直默默地忍受着 李延不想接电话 便认手机响的 但是啊 一个男同事 拿着李延的手机说 喂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要么我帮你接吧 李延心想啊 气气孙英杰也好 谁让他一天到晚 老管着自己啊 于是笑了笑说 好 那你接吧 男同事二话不说 便接通软电话 喂 你找谁啊 哎呀 孙英杰没料到 会是一个男人 拿着李延的手机 他便质问道 你这谁 李延哪 男同事坏笑着说 你 你谁啊 我是他男朋友啊 有和 孙英杰 一停火冒三张 他骂道 你是哪个王八蛋 让李延请电话 同事一停 孙英杰语气不对了 赶紧地将手机 还给了李延 李延刚接过电话 就听孙英杰 大声地问 说 你在哪里 刚谈那个男的 和你是什么关系 李延 他虽然心里无火 但这想到 毕竟是 自己让同事接的电话 所以啊 也就强压的火 那是我同事 他不过是和你 开个玩笑而已 你别当成 孙英杰 却是不依不饶着 非要李延 说出饭店的地点 他要前来调查一番 李延可不想让他来 否则自己的脸 那就丢大了 于是李延他只好硬着头皮 又是赔礼 又是道歉 这才把孙英杰哄过去 李延在一旁看热闹的同事们都笑话地说 利亚李延 这是一物相一物啊 啊 我向你表示万分的同情和敬意 李延哭笑不得 他真不知道孙英杰居然是这么较之的一个人 哎呀 这事啊 还没完呢 到了晚上 孙英杰把李延约出来 两个人正说着话了 嗯 中午那位男同事给李延打电话 向他赔罪 旁边这孙英杰一听 人家是个男人给李延打电话 立刻抛杆问你了问这是谁啊 挡机着就跟李延争吵了起来 这让李延非常恼火 他一直闷闷不乐的 他只要一想起孙英杰那种不依不饶的样子 李延就非常后悔 当初啊 不该结识这个男人 孙英杰在学生时代是校学生会主席 在工作单位是部门领导 这除了学习和工作啊 他啥都不懂 不懂就不懂吧 他还非要李延上镜听他打话 把生活时最大效率地放在学习工作上 可是李延 他是个闲散的白领小资 那这下已经完全被孙英杰的说教给逼疯了 所以的 随着相处的时间渐长 李延发现了 孙英杰是个非常自我的人 说话 做事经常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而且什么事情都要他说了才算 有一次 两个人一起逛商场 李延看到了一件红色的新款缝衣 可谁知道 孙英杰不喜欢红色 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买 李延气不过 他拿出自己的信用卡对电言说 刷卡 我叫这件红的 孙英杰却一把摁住他的手 被电言说 小姐 我们不买了 说完 就拽着李延走了出去 这李延 何时受过别人这样的管制 那粉脸都忌虑了 他实际地甩开孙英杰 放开我 我自己买什么东西 不笑你来管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 说完呢 李延投意不回地离开了商场 等孙英杰追出来时 李延已经坐上了出租车 任停孙英杰在后边 喊破嗓子 也不搭理他 啊 坐在车里啊 李延他茫然地看着窗外的风景 对于自己和孙英杰的关系 他犹豫 他不仅地问自己 还能和他继续下去吗 啊 想想自己和孙英杰 认识不过十几天 可他却恨不得 时时刻刻都属在他身边 啊 还喜欢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到他的头上 如此强烈的占有欲 让李延透不过气来 李延叹了口气 看来这网络征婚后一阵还能不少啊 李延思千想后 觉得自己和孙英杰在性格上相差太大了 如果再继续下去 那只是互相伤害 长痛啊 不如短痛 李延决定斩断情刺 等李延和母亲交换意见之后 母亲也赞成 趁点分手啊 不要让他在这里浪费时间啊 于是2004年10月5日 这对交往仅十余天的情侣 盘到了分手 李延坚持要求分手 说不论孙英杰多么优秀 自己受不了他的性格 然而呢 对于孙英杰来说 这分手 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几乎把全部的爱 都倾注在李延的身上 他无论如何 也要得到李延 可是的 李延却是铁了心的要分手 我们性格不合的 分手是早晚的事情 我求你了 你就不要再纠缠我了 孙英杰呢 不愿意接受分手的事实 他依然是每天的给李延打电话 幻想着李延 能够和自己重归于好 而且还一遍遍地教育李延 感情不能曹帅 既然爱了 就要爱下去 但李延发现 那男人莫名其妙地有 处男情节 可怕至极 由此 他真正地下定决心 不再和孙英杰来往了 从此 只要是孙英杰的电话 他就毫不犹豫地刮断 为了防止孙英杰的骚扰 李延呢 他还更换了手机号码 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果然呢 这一时间 李延的耳边 清静了不少 然而啊 就在李延 暗自庆幸 终于甩掉了 孙英杰的纠缠时 孙英杰 却在不知不觉中 在跟踪他 一天晚上 李延刚到家门口 这一辆轿车 在他面前停住 车门一开 孙英杰 从车上下来 这李延有些惊讶地问呢 你怎么在这里啊 孙英杰就非常深思地说 好好没什么 我想你了 我来看看你 顺便传一聊聊 天哪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孙英杰 他却慢调色理地说 我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你 你玩弄了我的感情 只想抽身甩了我吗 你以为 斩断清源就那么容易吗 不行 我要给你妈谈谈 李延终于忍受不住了 他问孙英杰 你要怎么样 如果能不纠缠他 他宁愿给他一笔钱 可谁知道 孙英杰居然扑通一下地 跪下了 李延 我的爱情已经给了你啊 我的心都给了你 我这么优秀 我怎么能配偶上你啊 除了结婚 我什么都不要 我求你了 你跟我结婚吧 我以后坐影的仆人都可以 哎呀 李延快气得翻白眼了 他没有想到孙英杰 居然这么纠缠自己 他气氛地转身 进了楼门 自然呢 把孙英杰 关到了楼门外 这吃了闭门羹的孙英杰 却不甘心就此放弃 从此的 李延总会在自己家附近 看到孙英杰的车 中外 李延出门时 也会发现孙英杰开着车 跟踪自己 每当看到孙英杰 跟踪自己时 李延他便觉得 像这吃了苍蝇般的恶性 他十分后悔呀 自己真不该轻率地 带网络上征婚 2005年2月 李延的弟弟来到北京 一家人团聚待了一起 而此时 在外监视的孙英杰 看到一个男人 住到了孙英杰的家里 他立即地度活钟哨 他认为 这李延 真是个波轻寡异的女人 居然这么快 又找了一个男人 他要决定 有所行不 他不能再被动下去了 第二天晚上 李家三口人正在吃晚饭 孙英杰便来到李家的门口 用拳头使劲地去砸门 弟弟李峰开了门 我靠 孙英杰一看 这男人还在李家 这亲儿就不打一串来 他便质问道 你是谁呀 怎么会在这里 可年轻气盛的李峰 见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 他心里很不爽 别问道 我是谁 乖你什么事啊 你是谁啊 躺跑滚 这李峰的轻蔑 瞬间也点燃了 孙英杰的愤怒和嫉妒 孙英杰一把就住了 李峰的衣服 吼道 你是什么东西啊 反来和我抢李延 我告诉你吧 李延是我的女人 这李峰也火冒翻账啊 他心中暗自埋怨姐姐 真是瞎了眼 怎么会找了这么个玩意儿 但他却不说 自己是李延的弟弟 诶 他想耍一耍 这个不知好歹的男人 于是的 两个男人便扭打了起来 这听到门口的吵闹声 李延他赶紧过来拉开两人 他按住激动的孙英杰问 你来带什么呀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带这样纠缠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转头啊 又对李峰说 你快进屋去 母亲呢 也出来拽着李峰 李峰狠喊地瞪了孙英杰一眼 扭头 掺着母亲进了自己的房间 孙英杰指着李峰的背影问 那的男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 你还真是个水清娘花的女人呢 李延心里很不悦 他便说 对 我就是个水清娘花的女人 这下你看清楚了吧 你 想啊 想啊 你以为我是那么好打发的人是吧 告诉你 你玩弄了我的感情啊 就别向我放过你 以后啊 你只要找一个男人 我就要向他介乏你的真面目 嘴着 哎呀 李延气晕了 他连推带踹着啊 将孙英杰赶了出去 狠狠地关上了门 孙英杰在我那叫骂了好一阵 这才离开 事后呢 有一段时间 孙英杰没有再出现 李延不由地松了口气啊 他以为孙英杰已经死先了 可是 他哪里能料到啊 孙英杰 他正在谋划着一个复仇计划 爱情受挫 让孙英杰很受伤 他的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觉得 自己被一个低素质的女人玩弄了胆情 自尊心 很受伤 他常常无缘无故地向同时发火 工作上呢 也频频出错 为此的 孙英杰也没少挨领导的批评 领导甚至暗示 如果他的业绩没有起伺的话 将会更换他的岗位 这些都让孙英杰把账 算到了李延的头上 他认为 李延是罪魁祸首 是他搞着自己狼狈不堪 他要报仇 2006年 2月14日情人节 李延 他一大早到单位里就发现了 这周围着人 都用异样的阳光看着自己 李延心里一阵发毛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到了座位上 李延正在忐忑不安时 领导打电话 要跟他谈谈 李延就暗自思索着 自己最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 可是想来想去觉得 自己没有出什么错啊 他就不安地敲开了领导的房门 领导没有说什么话 先让他看了一封电子邮件 李延的心里疑惑着呢 他仔细一夜看 居然是孙英杰发的一封诽谤信 他信里啊 是用大量的侮辱性的词汇 描述了李延是怎样一个 不知廉耻 水浸阳花的女人 说她靠一夜情致富 已经等同于一个娼妓 李延的废吊气炸 他没有想到孙英杰居然用上了 这样的损招 李延被气得是浑身堵塞 两眼发黑 呼吱 真是个卑鄙的小人 领导见状 赶紧安慰道 笑李延 你别生气啊 大家都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的 你看吧 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啊 李延二话没说 立即拿出手机 拨通了110报警 作为一个清白的女人 她不能容忍 别人对她进行这样的侮辱 因诽谤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孙英杰被海淀警方 行政拘留五天 李延以为 孙英杰受到惩罚后 会让她迷途知返的 但是她没有想到 这一次教训 不但没有让孙英杰止步 反而让她进一步 滑向了犯罪的边缘 孙英杰从看守所出来后 受监了公司同事的白眼 甚至是有很多人 都不愿意再和她交往了 而孙英杰呢 本来朋友就不多 现在更是孤家挂人了 可是的 孙英杰她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 而是更加固执地认为 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延 她暗自下定决心 四仇不报 非君子 于是孙英杰又开始跟踪李延 而这一次呢 她做得更加隐秘 这时 本以为雨过天晴的李延 却根本就没有发现 自己又成为了孙英杰的猎物 于是的 孙英杰一下班 顾部长吃饭 驱车前往李延家的附近守候着 每当孙英杰开车跟踪李延时 看着李延笑叶如花的样子啊 孙英杰的心里就一阵剧痛啊 这本该属于她的可人儿 却不知会被谁搂在怀里 孙英杰握紧方向盘的手呢 也不住地哆嗦 倒无法忍受这样的想象 孙英杰的心呢 其实已经扭去了 她狠狠地想 我得不到的 别人也休想得到 哪怕是毁灭的 也在所不惜 好几次跟踪李延的时候 孙英杰都有一种冲动 像直接创过去 但是她控制住了这种冲动 还行啦 只要李延没有找到别的男人 她还可以忍受一段事件呢 转眼的 到了2007年3月 李延在孙英杰的密切监视下 哎 还是相安无事的 可谁知道 领导却安排孙英杰出差三个月 孙英杰很不情愿出差啊 因为一出差的 她就无法掌握着李延的行踪了 于是的 孙英杰便极力游说领导 改派他人前往 但是领导被她烦得够呛 给她下了最后通节 要么出差 要么辞职 而孙英杰只好收拾东西 出差了 2007年6月25日下午 心急如焚的探望中 孙英杰终于回到了北京 孙英杰办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开车 来到了李延家的附近 正好的 驾班回家 人呢 是络绎不绝 但是她没有发现李延的身影 呆抬头看了看李家的窗户 见窗帘拉开 窗户呢 也开着 孙英杰便耐心地等待着 她一定要见到李延 以解这三个月的相思之苦 直到夕阳西下 暮色渐浓 啊 孙英杰终于见到李延 和母亲牵的小狗 出来散步 孙英杰心里一激动啊 悄悄地发动汽车 慢慢地跟了上去 当李家母女 溜达到昌平科技园附近时 李延恰巧碰到了一个朋友 如果李延碰到的是一个女性朋友啊 她也许不会遭遇 接下来的费来横祸 可恰恰地 她碰到的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士 这两个人热情地打了个招呼 这边走边聊 同时的 母亲便是很支券的啊 独自牵的小狗 溜达到了另一边 在后边跟踪了孙英杰 见到李延和一个陌生男人交谈甚欢 这嫉妒和愤怒啊 一起涌上了她的信头 没想到她的担心呢 成为了现实 李延果然带着出差的这段时间 认识了新的男人 哎呀 孙英杰懊悔地用头 使劲地撞的方向盘 可怎么办 眼看着李延就落 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了 孙英杰的情绪是越来越激动 嫉妒之火 熊熊燃烧 等待这时 正好刮起一阵风 一片叶子不偏不倚地 哎 落在了李延的肩头 那位男士呢 顺手地将叶子 从李延的肩头扫落 这两人 不由着相识而小 而侧时啊 郁闷的孙英杰 直接那男人 暧昧地将手 从李延的肩上扶过 让人还意味深长地笑着 嗨 孙英杰的眼里 是布满了红色的血色 他狠狠地用手砸的方向盘 他不能再忍受了 想着接下来 两人还会拥抱亲吻 孙英杰失去了理智 你不忍 就不要怪我不义 孙英杰的心 在咆哮着 当那位男士 转身离婿之后 咬牙切齿的孙英杰 狠踩油门 车子立刻 如离闲的剑一般 冲向了李延 汽车戛然而止 探着李延如一片飞夜 在自己的眼前慢慢飘落 孙英杰的心里突然一惊 他顿车清醒了过来 自己这是怎么了 孙英杰闭上了眼睛 他不敢想象李延 会被自己撞成什么样的 于是 孙英杰摇摇牙 将车倒了回来 他停在李延的面前 他想下去看看 李延怎么样了 在场的人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车祸 给吓煞了 李延躺在地上 身影着 李延的母亲 又顾不上小狗了 边喊得撞人了 边朝李延跑去 母亲刚刚把李延 扶起来抱着 孙英杰的白色截达车 便停到了身边 他冲着李延的母亲说 你看看我是谁 李延的母亲 上前抓住车门 想不让车走 带着孙英杰一踩油门 截达车便往前穿了出去 硕实的 保安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 在围追堵截之下 保安抓住了孙英杰 并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幸运的是 李延被迅速地送到 最近的医院 经过医生的建议 只是受了轻伤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虽然身体上的伤痛不算什么 但是他的心灵的伤痛 却无法在短期消除 想想这节 差点就葬身在 孙英杰的车轮之下 李延的心理 不由着一阵胆战 他不知道 孙英杰怎会如此心狠手辣 回想起三年前 和孙英杰相识的一幕 李延 他难过地 留下了苦涩的泪水 同时的 他不仅后悔起 当年在网络上的 征婚举动 那 爱情和婚姻的稳固 都需要建立在 双方长期了解的 基础之上的 只有冲动和激情 是无法演绎 长久和睦着两性关系 而对于广大女性来说 爱情是甜美而诱人 但只在面对激情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仔细地审视 出现在你生命中的男人 或者女人 代说孙英杰 啊 这自食旗鼓的孙英杰 自然是受到了 法律严厉的制裁 2008年7月14日 孙英杰因为涉嫌 故意杀人罪 被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 第二个案件 今年26岁的王洪 他出生在吉林通话的 一个偏梯的轿山村 家境贫寒 每个月打工的收入 仅够维持 一家人的温饱 不料 花甲之年的父亲 又得了一场重病 这下 令这个原本一贫如洗的家庭 更加地是雪上加创 王洪为了给父亲治病 一周打三份工 可即便是这样 这高额的医疗费用 是仍然压了他喘不过气 于是在聊天时候 这姐姐无意中提到 他有个小学同学 名字叫高金秋 在非洲经商发了大财 赚钱心切的王洪说 听说巨国打工挺挣钱的 咱家现在特别需要钱 要不你对那叔叔把我带去打工得了 就这呢 没过几天 姐姐便把高金秋请进家门 她将妹妹的想法和盘托除 高金秋倒也挺爽快 好 我以为什么事呢 没问题 我嫂子在安哥拉卡大酒店 正缺个服务员 月薪是五六千元吧 凹持住 花儿呢也不累 见老同学这么热心相助 姐姐感动得一时不知说啥好了 高金秋说 放心吧 在我嫂子那儿干 保证安全 啥事都没有 姐姐有些为难地说 出国需要一笔费用 可我家的情况 嘿呀 没关系 我先让嫂子给垫上 等挣了钱之后 你再还也不吃了 就这样 一个到国外工作了绝好机会 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 砸到了王洪的头上 2011年4月17日 王洪他怀揣着出国淘机梦 告别家人背景一项 经过长达20多个小时的飞行 抵达了非洲西海岸的 安格拉首都罗安达 前来接机的是 高金秋的嫂子徐娟 40多岁 东北口印 王洪长这么大 第一次走出国门 探着后机楼里那些 皮肤幽黑的非洲人 哎呀 满眼的兴起 这时 徐娟他满脸堆笑地 拉着王洪的手 哎哟 你是王洪吗 金秋总是在我面前提醒你呢 哎呀 长得果然是挺漂亮的 飘摇万里的王洪 暗自庆幸了 遇到好心人了 都这样了 经过一路颠簸 一辆黑色的皮卡 将王洪等人送到了一座大院落 直接 高墙殿王 窃背森严 门口还有专人把守 全副武装 见此情况 王洪一下子懵了 他心里不由地想了 不是说 要去酒店打工着吗 怎么被送到像监狱一样的地方了 此时 旁边的徐娟他看出了王洪的余虑 他说道 啊 我们这个地方叫 中国安季娱乐会所 放心吧 有金星了层关系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接下来 在板房二楼简陋的宿舍安顿下来之后 王洪这才仔细打量起这个阴森恐怖的地方 只见呀 这个院落有足球场那么大 三道铁门 两道港哨 层层把守 密不透风 再就是包房 隔厅 住宿 残厅等娱乐设施齐全 吃和玩乐 一应俱全 可是 每间窗户都焊着手指出的铁栅来 就跟国内的看守所类似 探导这阵事 王洪是越想越不对劲了 既然是娱乐的经营会所 都为什么门头会有人持冲锋枪把守 而且高高的围墙兽 遍布着铁丝电网 这跟监狱有什么区别 越琢磨 他心里就越慌 只见 得王洪同情的 还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他们是经涉外中介公司介绍 交了一万八千元 这才出国淘金的 一个是被承诺来非洲做会计 另一个是做足域 得王洪越聊 又觉得疑电颇多 前思后想 把吐展脑袋嗡了一下 这才意识到 自己掉进了一个精心布置好的陷阱里 当晚 由于旅途劳顿 王洪躺在床上想早点休息 可这时 门开了 徐娟走了进来 她和颜悦色地说道 利奥 你们三个晚饭吃得好吗 都准备一下吧 待会儿我们上班去 王洪说的 是当服务员 是当服务员吗 对 我们这里是特殊服务 你们呢 一定要把客人服务好 其中的一个女孩 她疑惑地问道 哦 是来做会计的 也得晚上工作吗 徐娟说道 贝亚 凡是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女孩子 头得晚上上班 说完 就弃身离去 又过了一会儿 竟然一个横眉立目的 一脸争怒的男人 你们三个 够来 就这样 他们就如同带宅的羔羊 被领到了一处包房 只见房间里 已经有几个女孩子了 龙壮厌魔 骚手弄姿 并且窜着性感暴露 王洪见状 立刻就傻了眼了 这一切 真相搭百 他想夺门而逃 却被身边两个 标情大汉一把得抓住 这下王洪给吓坏了 他声泪俱下 哭哭哀求等 你们放过我 你们放过我 我不想到消遣 这徐娟却眉毛一条 这话里远中带应 放了您 可以 但是你得把我 垫付的钱给还上 否则 一切免贪 在打手的压解下 王洪和其他女孩子 被带入一间大宝房 几个黑人正待 手舞足蹈 循环作乐 他们一字排开 等待客人任意挑选 看着他们一副 猥琐不堪色眯眯的样子 王洪感到恶心 他紧张得浑身发痛 可万幸的是 可能是他宿面朝天 那几个黑人 居然连正眼都未瞧大一下 很快地就潜走了几个 性感浓艳的女孩 王洪暗自庆兴 躲过一劫 一经出国逃间的王洪 做梦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呀 他痛哭扭涕 大喊大叫 绝食抗议 但是 所有的抗争 都是徒劳的 一个手无寸体的弱女子 面对如狼似火的打手 和戒备森严的监控 想要逃出魔窟 插翅难肥 这边 凡是被拐进来的女孩子 徐军都要派打手 先修理一顿 先在心理上 造成一种震慑力 让这些孤悬海外的女孩 不甘有丝毫的反抗意识 然后 又他上课洗脑 让这些女孩解放思想 吃青春饭 靠身体逃进 可是 手身如玉了王洪 势子不从 为此 他是常见了骨头 挨打受骂 可虽然王洪经常挨打受骂 但他时刻留意着司机逃脱 找报 机会来了 一天深夜 他正在辗转反侧 呼听门外 汗声色起 他知道 砍手已经睡了 他一咕噜爬起来 连鞋都顾不得穿 瞧操了打开门 屏息脸气 亲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可就在下楼梯时 也可能是心慌意乱 再加上黑灯瞎环 他一脚踏空 整个人滚落下去 这一下 响声惊醒了看守 结果 他被关进了小黑屋里 面壁死过 挣扎了痛苦深渊的王洪啊 他不知道这种苦难 何时是个精头 可是 单停自身的力量 他又很难活着走出去 但是 王洪他并未坐以待毙 他时刻寻找时机 想跟外面取得联系 有一次 他看到一间房间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王洪眼前一亮 如果能上网的话 那他就可以通过PQ与外界联系 那样的话 自信不就有救了吗 终于有一天 盯着自己的那个看守被精力交走了 王洪赶紧跑到那间屋子 他打开电脑 点开PQ 将自己的遭遇河畔偷出 让姐姐赶紧报警 这边 王洪姐姐带着聊天记录 心急火燎地来到通话市公安局报警 要求警方尽快解救自己的妹妹 安格拉 中国妇女 有片海外 这一系列关键词 令通话警方意识到 这是一起涉嫌 将我国妇女拐骗至海外强迫卖淫的重大案件 一日 通话警方将案件上报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公安部领导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直视将此案列为公安部督板大案 吉林省公安厅随即成立专案组 全力以赴展开调查 接下来 通过排查入境和外事等部门的上万条信息 被拐卖至安格拉的妇女 逐渐地浮出了水面 啊 这些妇女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天悦的农村 家境亭寒 文化成路不高 涉事又未深 所以赚钱心切的她们 就极易地落入 骗子花言巧语变质的圈套里 这边自从发出求救信息之后 王红他日夜地期盼祖国尽快来人 将自己和其他姐妹拯救出祸庚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崩溃路转了 雨天 徐娟将她叫了出去 递给她护照和路费 嗯 你收拾假东西吧 可以离开回国了 没料到大赦来得如此突然 她喜极而起 其实啊 王红的突然获释 她并非徐娟良心发现 而是家人为了王红免遭不测 不惜借高利贷 才将她赎回的 王红乘坐了航班 徐徐地降落在长串机场 之后的 她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家人抱头痛哭 随着王红的回国 案件侦查有了新的进展 主要犯罪嫌疑人徐娟浮出水面 并且进一步地锁定其他犯罪嫌疑人和被骗的妇女身份 随后 专组深入河南 自川 广西等地涨态调查 终于挖出了一个以浙江义乌人 孙英豪为首的跨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的犯罪团伙 这个犯罪团伙 孙英豪 孙红宝兄弟 是义乌室念三里前堂村人 兄弟二人在霍西老乡 在非洲做建财生意赚的事盆满不满 他们就决定前往安哥拉讨查市场 可是啊 他们来到之后这才发现 建财生意远非像想象那样赚钱 但一名在此地经商多年的老乡告诉他们 这非洲性开放 这里最赚钱的生意 莫过于开色情场所呀 一本万利 孙英豪文言亲头一袭 这觉得发财的时机到了 那在国内干这种生意 得时刻提防扫黄打飞 可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 天高黄历远 只要打同当地人脉 就可以告证无诱 坐收 愚翁致力 他们回到国内开始筹集资金 并且吸纳另外的三个 占星待故的亲友 其中一位还是村主任 五人拱集资 四百二十万元 之后 他们在罗安达 本 飞卡区 本格拉海边 公路附近 嘿呀 这名字绕啊 跟绕口令似 吃葡萄 不得不得不得不心 就是在那个 绕口令附近呢 买地建房 大兴土木 很快的 到了2011年2月 这座提供色情服务的娱乐场所就建成了 为了掩人耳末 他们将之命名为 中安国际娱乐会所 里边提供住宿 餐饮 足浴 桑马 棋牌 KTV 一条龙符 把这吃歌玩乐 应有尽有 其中啊 三十五岁的孙英豪 他干任总经理 为了能让这台色情赚钱机器正常的运转 他还雇佣了多名壮汉充当打手 金银之初也并没有想象那样赚钱 有人致电迷惊了 我跟你说吧 当地的黑人喜欢东方亮妞 不妨你弄亮的过来 那生意肯定会红火的 哎 孙英豪听罢 他绝了有道理 便回国物色人选 更快的 孙英豪在网上结识麒麟通话的徐娟 两人一拍即合 徐娟负责招募 胁迫 组织和管理被拐妇女 两人分工明确 收益是按比例分成 招募 办签证 送出国 封闭管理 堪称是组织严密 滴水不漏 从此 这个境外色情黑基地 便成为残害中国妇女的魔苦 而徐娟和傅泽招募了团伙 他们专门物色那些家境不好 一心想出国赚钱设施卫生的女孩子 一 做足疗 当酒店服务员 一年能挣十几万元作为幌子 又骗女青年上档 据静放介绍 从2011年3月 场所开业至10月 而这短短的时间内 孙银豪泛这团伙就通过跨国拐卖妇女从事色情服务 从中获利共五百余万元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公安部侦破的最大的一起跨国拐卖妇女卖一案